你好,政治鐵路,喂,大家好 這部影片出現是6月24日,喂,大家好 昨天6月24日,有兩件事發生 其中一件事,大公報記者派 走進去粉嶺哥爾夫球場 去實做實測 好多限制,待會再跟大家說 當地的一些保安說,這裡是高檔地方 不是人人可以進去的 即是一間,也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關於哥爾夫球場的問題 除了這件事之外,昨天是蘋果日報 結束營業的兩週年 其實同時間,黑暴並不死心 這個是26週年的poster 在電車站掛的時候 有人是屠污了它 即是香港的黑暴勢力 仍然在潛伏著,不要說跟隨的 其實蘋果日報整理了兩週年 國安法立法都快要三週年 我們也有一點點回顧 除了這些事之外,還有其他散碎的事 等一下再跟大家詳細說 好,我們先進正題 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點 或者晚上的時候,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進正題先講幾個副題 第一個副題大家要留意 其實已經過了 今天6月24日 就有這個 原來世界自然香港基金的賣期日 因為我遲了做節目 但我相信大家都不肯 跟他們做任何捐款給他們 因為這班是一班 仆街混蛋 我說WF是 仆街混蛋 即是我做節目 不介意用一些這麼惡劣的 惡毒的字語來罵他們 為什麼呢 我們較早之前 兩天前 6月22日的節目 就已經在罵了 即是6月21日的新聞 就是 不標不標F的人 反對發展 新田的科技城 又說 哎呀 又堅守濕地啊 又哩又哩 這個不標不標F的時候 就肯定是美帝下面的組織 因為我上次做節目 沒有提到不標不標F是什麼 原來叫做世界自然基金 這班人呢 他們這麼注重珊瑚了 為什麼不罵 日本排放核污水呢 世界自然基金啊 你老美啊 拿個珊瑚來銷售 是吧 誰知道 日本排放核污水 就是殺那些珊瑚他們不出聲 那知道就是什麼來的了 其實那些環保組織呢 已經是面目可真的了 我罵兩罵而已 這裡 另外 有一個呢 烏克蘭的女... 假扮烏克蘭的女人 哈 那她在這裡 周街黑食 那她說要逃離戰爭 沒有錢 幫我就是黑錢啊 跟著俄羅斯烏克蘭 但是呢 她沒有說清楚 她自己是不是真的是烏克蘭人啊 她這樣一寫俄羅斯 寫烏克蘭可以 我喜歡提一下而已 不要說我是啊 那這位女士 你信不信她 真的在俄羅斯烏克蘭過來 是在那裡黑食呢 逃離戰爭 這麼容易逃到來香港 喏 其實呢 我就很懷疑的 有些朋友呢 跟我說其實這個是棄子 估計她是花園道 和香港公園後面 有兩塊東西 兩塊外國勢力 請回來的人 啊 這些外國間諜呢 扮下黑衣呢 都沒什麼所謂的 反正一輩子都是演戲的了 這幫人 喏 就跟大家說 我們其實香港很多時候呢 有一些假的大陸女客呢 其實是受到外部勢力邀請回來的 就是那個樣子呢 就弄得很醜 這樣 跟著就好像做戲 那樣 那就是 整群大陸人在這裏 粗粗魯魯啊 那樣 又在街上蹲 那其實現在的大陸人呢 真的不多蹲在這裏 那但是無端端有些大陸人在你面前 肯定蹲 那跟著呢有些記者拍 你就知道是什麼事了 其實呢 十一年前來講呢 我就去到一個意識形態呢 去到比較黃的時候呢 主要受到的影響呢 就是當時呢 就有個看到一些片 2012年 就看到大陸人呢 周街呢 就拉屎 但是後來呢 我現在隔了這麼多年的領會就是他 拉屎的時候呢 那條片呢 大陸人是看錶 看錶這個動作呢 很明顯就是 他怕自己拉屎的時間太短了 記者拍不到啊 那為什麼要刻意在記者面前拉屎呢 那這個就很清晰咯 就新錢做的咯 所以呢 其實現在香港這些呢 都不要說隨便相信啊 真的 仍然外部勢力在香港裡面很猖狂的 那如果你說說回蘋果日報倒閉這件事 那仍然呢 有人呢 是造圖 就拍這些垃圾的 譬如說這個阿嬸 這個叫雜誌社的黃絲組織 那這個前蘋果日報的法庭組主管 阿Chris 他說沒有啊 那個洞是不會補回的啊 同事還在裡面 怎樣補呢 那就是說呢 他說他有一些同事 就被人拘捕了 那你那些同事是間諜 你的同事從事顛覆國家政權 想推翻共產黨 想香港獨立 那當然就是在裡面的啦 就是說呢 外部勢力就在那裡哭呼哭忽啦 看他們的間諜 但是蘋果日報倒閉了 是香港好了的 但是香港真是 現在還沒成功的嘛 就是說你看到 鄧炳強 就升了當保安局局長啦 那其實鄧炳強不是做得差的 但是我希望他再做好一點啦 因為其實香港治安真的有時候 最近這一陣子 臨近七一 就不斷有事情發生的 譬如說 現在說和聖和 派人 撞到比亞迪的牆上 林洪友又什麼的 接著抓了那些 有兩個尼泊爾裔的人 就在林洪友之前被人拘捕了 是不是 其實這個代表著呢 和聖和或者不同的黑社會 用了很多南亞兵啦 那些南亞兵 其實政府和你這一大堆建制派 想到方法 去驅逐他們出去沒有呢 就是那些假難民的問題呢 和黑社會的問題呢 是綁碼一堆的 就是等你鄧炳強和香港立法會議員 麻煩你們快點想方法搞定啦 就是我都說了 我選立法會的時候 二人一六年 到現在都整整 是七年了 那現在呢 蘋果日報都撿了兩年啦 大哥 想到方法處理那些南亞人沒有啊 大哥 其實人家英國都說 想方法扔去盧黃達 那你有沒有什麼方法呢 你其實都不用理鬼佬的啦 又說什麼不人道不人權 浪費氣的啦 他們都是這樣做啦 是不是啊 另外啊 那我做節目的 昨天還是前日左右 就說屯門呢 大嵐沖村的村口呢 就報案了 有個女人報案 就說她老公呢 心口被人插了一刀 那就死了 那這件事呢 是 不了了之的 那就是說 蘋果日報 是倒閉 香港 好像好了 但是香港呢 的治安各樣東西呢 其實還沒有完全好了 那你說啦 都公然地去噴髒 做慶祝香港回歸26週年的海報啦 是不是啊 那所以這些呢 都希望呢 你鄧炳強升職了兩年啦 那我希望你盡快去 處理和解決的 那當然啦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立23條 我知道你在做緊 但是 我都會覺得 香港 現在的問題就是 間諜還行啦 就是很多的間諜 去開了一個網台 那你現在就是 你沒有辦法去接些網台啦 或者間諜喜歡做些戲 那有很多間諜的黃絲回體 就在那幫忙就傳播 是不是 就是各樣各樣的東西 香港社會呢 其實是 比間諜高度滲透的地方 沒有23條 處理不了 現在是 有一個很大的工程要搞 其實我很擔心呢 那些刀光劍影的新聞呢 由6月2號 由那個瘋子 在荷里活廣場 刺死人那件事 會延續到未來整個半年 因為可能審議23條 我當是10月開始審議 可能審議完到明年年頭 在這段時間 這半年內 外部勢力又在香港 不斷搞這些孤狼式的恐怖主義 聽下去好像瘋子砍人 聽下去好像是仇殺 沒有辦法 但是你沒有辦法排除 是那個勢力 在後面在搞事情 鄧炳強 你真的希望你的表現好一點 另外 你也關鄧炳強的事 都是要移民一下你的 沒有辦法 其實你 鄧炳強 你是有權不讓這個混蛋 在香港過境的 吳爾開希是一個混蛋 美國人 都沒有了中國國籍 他在三十多年前 三十四年前 他是端覆國家政權的 這個混蛋 現在他得到美國包庇 大陸就不讓他入境就算了 但是為什麼香港又讓他入境呢 你不讓他入境 怕他咿嚓鬼叫 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 這些間諜不讓他來就不讓他來 這個也是我覺得鄧炳強失職的 但是我覺得他又不是太差了 我希望他做好一點 除了這件事之外 也是要正式說的 就是粉嶺哥爾夫球場這件事 其實這個洗費真的挺貴的 他就說平均打一日波的洗費 如果大公報的報道 就大約四千五元 因為限制很多的 通常就是你要穿 他指定的服飾 可能你要換一雙他們指定的波鞋 那如果你要租用波鞋 那如果你要租用波鞋 會隊是要走一百元 然後又要租車四百元 然後叫果嶺費 是什麼來的呢 果嶺費 然後你要租用一些球童 每個小時好像說五百五元 高級五百五元 中級四百二十五元 低初級三百四十五元 就是要找人幫你撿波 這些都很昂貴 但是他不知道是用什麼人 什麼都好啦 就是說你打場波一日的消費是極高的 那你說這裏粉嶺哥爾夫球場 還有一百七十二公廷 接著那個一年的租金 象徵是以一千元地價和一元的年租租出 即是一千零一元 如果你這樣聽下去 就是說現在有一幫權貴 在港英時代都連立了這塊鼻鼻 給這堆貴族去用 接著呢 他是無本身利 這個政府收到象徵式的價錢 他立了這塊地之後 就被一幫權貴霸佔了 接著就說這一塊是一些高檔地方 非人人能道 現在這172公廷只是拿回32公廷 這32公廷裡面只有9公廷用來建屋而已 他們呢 就不斷用一大堆歪理 就說一定不能動 為香港整體利益 但《大公報》踢穿了 就是普通人根本不能進去 因為高檔地方非人人能進去 那就是現在香港 有塊土地 已經被一幫人霸佔了 這幫有錢人是沒有 給租金一年是一千零一元 然後他們裏面無本身利 自己有玩 你記住民建聯的全家屬 那個什麼 劉什麼分啊 劉國勳 新聞黨的葉劉 都說反對發展這塊地 他們說這麼多就是服務權貴 因為他們自己是權貴 但是 《大公報》這樣踢爆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是代表著 習近平 的派系之下 鄭雁雄呢 是希望這塊地 可以給公眾 因為這塊地很明顯的 地租一千零一元是一些公共的資源 為什麼會給少數的權貴幾千人左右 就變成他們自己的權貴樂園呢 如果這塊地 你說要把江爾夫球 變成平民化的活動 會平民是可以一天說 打一場球 幾十塊 幾百塊就打到一天 或者打到幾個小時 那我真的不介意 你說徹底保留它吧 現在是環地愚民的一個行動來的 是西環支持大公報去踢爆你們的 現在香港這群權貴或者江派的群家產 他們當了那塊地就是 我們霸佔了就是我們的 是不是 現在我浪到消費這麼高 就是不想你們那些閒疾人等進來 你們那些窮鬼就不要過來搞閘場了嘛 其實 共產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嘛 現在香港這群權貴就喊一句 愛國者治港就喊一句 我愛完國之後 就開始 想掠奪公共資源就成為自己的私產嘛 化工為私嘛 現在很明顯就是這些事情啦 是不是啊 我不想這麼長氣啊 但是西環那邊 經大公報出了聲 不開聲罵你 李家超 但是李家超你用過什麼人呢 你用葉劉做行政會議成員 那麼他告訴你就是 我是服務權貴咯 我就是權貴咯 是不是啊 當年啊 我罵政壇新秀 我罵你劉文傑 我就聞到他們那種權貴味啊 是不是啊 我們是權貴啊 喜歡玩風水就玩風水咯 是不是啊 權貴的就要歌功仲德咯 喂 我有什麼需要一定要讚美你文建聯 我有什麼需要一定要歌頌你啊 新民黨啊 我離開了政壇新秀都兩年半了 我和他們合作了都是 不夠一年 一年多一點 我記得我十月幾和Renee合作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的 二零二零年的 十一月十三號 我都是差聲要走 就是不能不走啊 大哥 如果我不走的話 我就是服務權貴的了 我把口不是屬於權貴的 先說這麼多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如果我們打開了 我們說